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来到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第八季 和全球创新第一时间同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那这周我们要双更了 一期是今天的这一个bonus加更 是徐涛和林毅在特别fancy的硅谷的 Apple Podcast Studio里面录制的 那话题他们其实不再局限于WWDC了 而是延展到了整个计算机 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 来回顾苹果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 今天的AI for the rest of us这个话题上 那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观看这一期的视频版 链接会在showno里面 或者大家可以去到油管上面搜索声动活泼 那另外一期是我和硅谷徐老师 最近和参加了Snowflake和Databreaks峰会的 两位嘉宾录制的一期节目 给大家带来在数据AI领域最近正在发生的 什么样的一场隐秘的战争 那这一期会在周五上线 我们就到时间了 我是许涛 那今天的录制现场是非常的特别 首先我先来介绍一下 跟我们坐在一起的嘉宾吧 林毅 你要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我是林毅 我是一名B站的科技区up主 同时呢 也是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 目前呢 是在进行一些智能助理方面的业务开发这样 对 而且林毅其实之前的研究生的专业 也是跟机器学习是尽力相关的 是在乔治亚理工 我是在亚特兰大 研究生的专业方向的话是机器学习 具体的细分方向 对 那我们还要尤其来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现场 因为如果是播客的话 可能大家看不到 我们其实现在是在Apple Podcast Studio的现场 非常的正式 话筒在我们的面前 戴着耳机 后面有WWDC的非常大的字 跟平时的录制非常不一样 是可能是我经历过最专业的一个录制的 那也是我经历的最专业的录制的现场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 其实我跟林毅在几天前 也就是WWDC的Keynote那一天 已经做了一期节目了 讨论Apple这次推出了Apple Intelligence 非常大的launch之后 他是不是回应了现在当下的一个巨大的AI 生成是AI的浪潮 然后以及他的愿景 他的对产品的构想是什么样的 是的 我们还是对这个挺兴奋的 这期节目做出来之后 我们是放在What's Next的科技早知道上 所以现在我们又来做一期节目 究竟是关于什么 我们也稍微讨论了一下 对对 我想因为我们其实是除了参加Keynote之外 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session 然后也见了硅谷的各种各样的投资人 甚至我们还去了在硅谷这边 当然必须去的G3G历史博物馆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零散的 像珍珠一样散落的一些启发 这些启发未必它像我们以前的节目一样 它是一个连贯的主题 但是也许我们沟通说出来 可能会给听众们一些额外的信息也好 理解这一次苹果的发布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好 从最基础的computing到现在的人工智能 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讨论的时候 觉得有一句话我们印象都很深刻 叫做AI for the rest of us 就是说AI给我们普通人 我们就发现这句话后来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它就不断的在出现 这个主题让我们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那可能第一个就是当时Kino结束之后下午的那一场 Craig 他提到了Apple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computing带给了更多的人 他就回溯到了Mac那个时代 但他就一语带过了 懂这段历史的人就知道 那是一个惊人的 对应着背后的其实故事很多 对 要不我们就来说一声 因为毕竟我们去了那个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也看到了这段历史 本来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是有一个Mac40周年的展 但很不信我们到的时候那个展已经结束了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所以没看到 但是它的主展厅还是有非常丰富的跟苹果相关的资料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 整个计算的历史 对 这个肯定是大家什么时候来都是能够看到的一个展 我们可以要不从二战之后 因为感觉大家去理解大型的计算机 那个时候就会有些概念了 是的 是的 就是大家在教科书上都看到过 就是我们第一台计算机 当时埃尼亚克 那个是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到了它的一小部分 感受到那个尺寸 然后包括那个操作都很复杂 你需要操作很多的机械开关 那个时候再往下 一开始的时候是军用和大学里面去用 使用门槛非常的高 再往后我们发现这整个计算的趋势 其实就是一个从高门槛到低门槛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开始的时候是军用 学校用 往下就是IBM 360这样 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尺寸 就埃尼亚克的时候 它当时可能是一整个房间都是这个设备 到IBM 360的时候商用机器出来了 大概就是一张桌子那么个大小 而且它是朝着那种可量产化的那种方向去发展 就是它一次性可能生产了五台 四五台这样 然后给四五个不同的公司 就不像埃尼亚克那样当年大量的工程师 要造好久好久 才能造出来一台 然后再往下就继续就到个人计算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电脑逐渐的更加小型化 然后量产也更加的容易 每一次可能就一下子生产大批量的这样的设备 就在这个时代我们就看到苹果公司就出现了 然后苹果公司那个时候 它可能还是以一个兴趣爱好者 Steve Jobs和沃尼亚克两个人 他们在车库里面 然后组装那种Apple One 然后当时还是一个电路板 要用户自己去再去拼装新的鼠标 键盘这些 当时也是我们就看那些接口在哪里 感觉就其实挺复杂的 到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就已经在奔着 那个computing for the rest of us的 这个方向走了 对在这之前我稍微往前倒一下 其实就是即使苹果还没有冒出来之前 其实很多人包括商用的或者是技术人员想的也是 到底怎么样能够把它变得不只是一个战争机器会用到的东西 而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实际生活当中能够用到 首先我们是看到其中迅速的从非常古早的那种小型机器之后 我们迅速看到就是非常大型的机器了 就机器放在那都是感觉就是一个大怪物大柜子从屋顶一直到地板 对然后我们还在那里看哇一台 即使是到后面有点商用的一台也要两万多美元 对价格 三万多美元 价格也很高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尝试是说 是不是能够帮助家庭主妇来寄住他的菜谱的一个厨房的桌面 Citching Counter 他上面写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城市 但是他一台都没有卖出去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令人惊艳的是IBM 我们知道他一直是无论是军用还是更加商用 其实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开始在硅谷设立这样的一个研发机构之后 其实收到的比较标志性的一个说要解决的问题 是是不是能够更快的去帮航空公司找到用户的航班 到底有没有 信息快速查到 对我是不是可以买到这趟的航班 说之前的IBM的大型的机器可能要花两三分钟 然后才能够搞出这个数据来 但是IBM在硅谷这边设立了实验室 他们最后就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大型 非常大型的存储出来的Disk磁盘出来那个东西 最后是用在了那个上面 对所以我感觉就即使还没有进行到个人计算机的时候 其实很多很多商业机会 或者是商业方面的人士跟技术人士 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里头 看到一个规律 就是随着这个设备的门槛降低的这个过程 其实他的用途是在变得更广 就是他原来的时候 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OK我就是用来计算炮弹的落点 然后这些就是很细分的军用的很窄的一个场景 到后面我们看他进入Deem Kyle系统 真正的开始加速就是我们可能商业上的一些效率 然后再后来包括您刚才提到 就是可能家庭主妇 他这就走进生活了 然后很多方方面面 他随着门槛往下降 他的用途往上走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 对 说一个小细节 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使得因为存储的进步 使得他能够快速的读取数据 其实我们当时看到那个存储的容器也是非常大型的 感觉就像一个大柜子在那 他的读取是需要有个针头上上下下 然后一格一格像个机械臂一样去读取 发明这个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 他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觉得判卷太烦了 所以他想要发明一套系统 能够让他快速的选什么ABCD 什么能够迅速的让机器来识别 但这一段我们又看的非常仔细了 但我就知道说 IBM就收购了他的专利 并且把他的这套系统就应用到了 开始有了内存存储的这一套系统当中来 使得计算数据的读取会变得更快 而且这也都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我们真正实感去看的时候 看到那些实际展出的那些旧的那些设备 我们就能真正感受到 那个东西原来当年那么大 然后那么笨重 然后操作起来可能那么复杂 但也就更感慨 就是说在整个计算设备发展 包括就是说更广义的计算发展 这个过程中 它其实是不断的门槛的降低 然后设备在小型化 然后变得更加的便携 就是我当时最深的一个感触 就是其实我们是无数前人的智慧 无数人的努力 然后再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没那么复杂 就我看到我们技术发展的过程 都是说OK 先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有了比如说军用计算的需求 然后我们搭了一个很笨重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成果 然后它的尺寸也体现出来了 这里面凝聚的那个智慧的量的大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更让人震撼的是 接下来更多更大量的工程师 然后更多大量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东西再去缩小 然后再去做的更容易用 现在习以为常的事情 你一旦放到了历史 那个时刻你去思考它 你就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 刚刚我是打断你了 讲到那个Apple One 当时是在嘉降俱乐部的时候 展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小型的机器 但同时代其实 有很多人在试图做这样的小型的机器 我们甚至在旁边看到了一台 感觉更加完备的 因为装了显示器的 对 用木头搭的 非常的精致可爱 但苹果它能够做得好 我觉得回应了 刚刚我们又提到Craig说的 他是一开始就想要做到 computing for the rest of us 当中可能有一个比较著名的 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桥段吧 就是他跑到了市乐公司 看到了图形界面 看到了鼠标 然后就觉得输入不应该是 技术人员把代码一行一行一行 敲进去 而是应该 记那些复杂的东西 对 不应该去把所有的这些代码之类的 全都记下来 然后应该更直觉的去操作 比方说把文件拖过来拖过去 对 图形界面 对 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还拍到了 当时他宣传这个的广告 对 就第一台麦金塔电脑的 当时的宣传广告 宣传页 然后上面当时就是写着 就是说 现在的电脑都是 你要记大量的操作指令 然后你要盯着一个 非常枯燥的一个页面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或者说计算设备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很好 就是说 我们想要让电脑去理解人 而不是让人去花时间 去学会用电脑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 而且说实话 我们往今天 我们现在今天 这个WLDC这个活动去延展的话 其实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就比方说现在可能早期再用 XGBT或人工智能 你得学会用Prompt 对 提示次 对 在我的笔记软件当中 我还有一个说字 记了大量的 不是记了大量的 而是说你究竟怎么写Prompt 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它有格式吗 就是我就写了一些 就记录了一些在这 某种程度上 这就是需要我们人类去理解 它到底怎么样 但苹果我感觉 它这一次做的 如果是AI for the rest of us 就你并不需要再去记住Prompt 你也不需要说 到底怎么样Prompt写得更好 它可能基于Siri的context 它就已经能够理解你了 知道你究竟想要问出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能够实现的话 那就是一个40年前 又重走了这个 就是又一次重走了这个过程 对 所以还是挺让人兴奋的 我其实刚才我们聊到 图形界面那里的时候 还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当时在博物馆 还看到了 对于乔布斯当年 看图形界面这件事情 他其实有一个 以正视听的一个补充描述 就是说其实当年是 乔布斯在苹果 已经在去推进图形界面的研发 但是他是到施乐公司 看了之后 就更加坚定了他这个想法 但其实并不是说 可能像以前我们聊 可能传的那样 就是说是乔布斯看完之后 OK话超过来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什么海盗精神 把这个给 其实是至少就是说 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 那个描述是说不是这样的 是说其实是 坚定了他的这个想法 而不是说让他有了这个想法 对 然后在这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一代一代的产品 就真的是 接下来所有的应用 都是面向所有人的 个人电脑就不用去说了 他肯定是越用越方便 然后到90年代之后 使得人们可以在网上购物 所以也引起了 那个99年的互联网的泡沫 破灭 但是也诞生了亚马逊 这样的电商公司 然后之后让所有人 都能够在网络上 搜索各种各样的知识 那就是Google 之后又有了 苹果 他更加小型便携的 无论是音乐 iPod 还是跨时代的iPhone 对 iPhone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Apple 他的确不是一个 最新发明的人 在那之前可能有 Windows的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 我当时还有一款 记得特别清楚 是TCL 他已经在他的手机上面 放上了Windows的操作系统 使我的手机是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智能操作的 他还有一个收鞋笔 但是等到iPhone一出来的话 就完完全全颠覆了 所以就跟这一次 其实很类似 在iPhone之前的话 是有一些 往智能方向走的一些尝试 但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去做出来那种 像初代iOS系统那样 就是很直观的交互 然后直接用手指 然后去触摸这种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 还是在按照 其实有手指触摸 我的那个上面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是可以玩游戏的 我就拿我的手鞋笔 在那里点点就可以玩游戏 他可能逻辑上 还是按照键盘输入的逻辑 去设计的很多功能 是吧 你这样一问我就有点忘了 但的确是 它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那个时代的手机的功能 明白 就是包括那个诺基亚 曾经的霸主诺基亚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会做很多 就包括他那个时候 搞塞班操作系统 然后也会去搞一些 类似于第三方开发的 这样的事情 然后大家那个时候 就是有很多第三方的游戏 然后往上面去放 然后其实看着 也是在想要朝着智能的方向去做 但他还是没有 可能还是没有去把这个东西 做到那么的直观 对 他可能非常的分裂 就比方说黑莓 我们就知道他发邮件 什么的特别方便 是吧 所以就是很多商务人士 他会用去黑莓 但是你要想说用黑莓 你去听音乐 可能这个事大家就会想 那是不是我就应该是买 诺基亚的音乐手机 就那个时代就可能很多 会有这种功能叠加上去 但他不太可能整合到一起 而且还有割裂的感觉 等到iPhone一出来 特别是iPhone4 我们就觉得这一款手机 所有的都能实现了 他突然把所有的集成到一起 然后而且每一个都是说 你一个大屏幕 不用再去考虑键盘的什么问题了 然后你就是去点点点点点 对对 所以集成的这个词很关键 就是像这次我们看到的 很多人也会说 这些功能都有 不就是聊个天吗 不就是画个图吗 都有 生成一个什么东西 这也些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次不同的地方 也的确是他在一个地方 集成了所有的这些功能 使得你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娱乐 还是沟通的时候 它是无奉险接到你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流中的 是的 这个东西的他未来潜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他以后有可能整个手机的话 他有智能助力 作为一个帮你协调所有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 未来的话有可能 他就成为一个整个移动应用的一个制霸点 就是一个统一的入口 这个事情的话 确实也只有苹果能做到 对 我们来的路上还在说可能苹果这个整合生态的系统 封闭的系统 现在终于又显现出了他强大的一面 其实他把这些东西全包到一起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交互的话 他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事情 把门槛降低 门槛降低的同时 然后应用又变广了 功能又变多了 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看到的那些 他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他商业价值非常大 带来的其实是 就无论是我们看IBM个人电脑那段时间 还是说再后来你说咱们就说苹果电脑 然后包括就是说可能Windows电脑 他都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做的越易用越广泛 然后他相应的市场就越大 因为如果是我们导这个历史来看的话 就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新的巨头出现 然后老的巨头会衰落 从IBM到惠普到Intel 或者是再到后面的一些公司 当然新的公司出来 亚马逊Google这些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我就还挺好奇 比方说AI时代会不会有新的一家 OpenAI可能算是吧 但不知道它能够长到多大 以及它是不是最终是一个会长成像Apple 或者Google这么大的公司 就这个可能我们就是要拭目以待的一个状态 从现在的这一次的发布会上来看的话 我感觉这一次苹果是很明显的 它是想要去打一个防守战 就是它推出这样一个东西 就控制住整个的这个移动应用的入口之后的话 它其实至少在AI时代的话 它是站在了一个很强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其他的应用都得去听它的话 加入它的生态 它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应该是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看起来是不会受到威胁 但是至于说再往下怎么走 然后会不会有一个全新的东西 直接摆脱手机 或者说这些我们旧有的设备这种形态 那谁都不好说 它的护城河就在于大量的用户数据 以及它所已经激烈下来的对隐私保护的承诺 以及大家对它的信任 对就是AI时代的话 其实用户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隐私 但其实我们那期节目出来之后 好多人在评论里边讨论 说大家是不是真的关心隐私 是不是要便利的话 就必须得要让度隐私 这两天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前两天打车 然后打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 说他特别在于隐私 我发现我周围会有人 他认为隐私 其实如果要是说能让我有更方便的功能的话 其实隐私不重要 他对这个就是说他特别特别看重隐私 他说他现在很喜欢用一个新的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这个操作系统就是说 可能没有那么多可以用的功能 但是就是安全性做的特别好 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并不是那种就是说很保守派 老顽固 然后完全不用新设备的那种人 就是他跟我说他会用XGPT 我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我感觉苹果这次发布会介绍的AI 离日常生活挺近的 然后XGPT可能离日常生活挺远的 然后他说不是 我日常的时候我就拿XGPT 我看文章 然后我会把各种PDF然后放进去 然后我愿意用他来帮我总结内容 然后当时就 他还看PDF 对对对 他还会看 他还会看这些文章 也是一个年轻 并不老 原来这个大哥还挺与时俱进的 但是他就说 他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手机的话 他就会觉得 OK就是我宁可去用那种 完全什么功能都没有的那种 老的功能机 然后他当时说的就是说 我如果要是有功能机呢 然后很多事情我依然可以自己去做 虽然说可能我过的生活没有别人那么便利 但是他可以容忍这种不便利的生活 但他就开不了Uber了 对 但他就开不了Uber了 是这样的 当我们话题 所有的话题都在跟AI人工智能相关的时候 其实我看这次博物馆还有另外一个感慨 就是因为当我们一进到那个博物馆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基础的那种计算的工具 计算尺 算盘 我就突然意识到 好像手 对对对手 就是你手掐指一算 你知道是多少钱 就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 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就是在如此基础的数字符号上面 其实我们是逐渐一步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 居然能够模拟整个世界 以及模拟我们大脑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工具 甚至我们要说它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真的人工智能 这个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跨越实在太大了 因为我们怎么从1234567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智能的 这个给我的证金非常大 从我们计算的本质上 如果要是我们去看现在所谓这些积极学习的深度学习网络 它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计算 然后包括我们生物智能 我们人类智能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大脑的话有大量的神经元 但其实每个神经元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基础 也是零合一吗 对它都是在进行一些最基础的判断 激活或者不激活 但是你大量的东西在一起 然后去给出激活还是不激活这样的判断的时候 它就能表达非常非常复杂的逻辑关系 然后还有数字的关系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能看出来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这个计算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可能用手然后就能数得过来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我们就发明了工具 再接下来我们就有了更加复杂的机器 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聊到的 就是我们大量前人的智慧 然后把这个东西然后变得更简单 变得更简单了之后 这个东西然后有更多的人用上 然后也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有更多的人 可以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的研究 学术它都会去进行一个加速 然后在这个加速的过程中 我们就一点点就看到 像我们今天OK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果就出来了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 包括逛了这个计算机历史博物馆 还有些什么会引发你的类似于思考 想法启发之类的吗 其实还是回到这一次的 苹果的这个WDC发布会 它这一次发布的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的话 这几天呢 其实我们参与了很多的 session讨论会 然后在这些讨论会上呢 其实我是会去 有机会和他们的技术专家 然后去问更多的问题 然后对他整个这一套 Apple Intelligence的运行机制的细节 然后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就我现在其实就比如说 我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就是他是怎么去判断 这个计算到底是应该在 本地上去进行 还是在云端上去进行 就是他在发布会上 他讲到就是他现在是 他去想要用户的需求的时候 然后他去让AI模型 去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他有的是在本地上进行 然后有的是会上传到云端 然后我去问的时候呢 苹果这边给出的回答 就是说我们把本地和云端 都做成了一个统一的 隐私优先的这样一个策略 然后所以说不太需要去 去细分到底是在本地 还是在云端上 然后我当时就又继续追问 就是说那现在这个设备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 到底应该在本地 还是云端上 然后他当时就是给出了一个 更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说是本地运行 的那个模型 首先会做一个判断 他做完这个判断之后 然后他来 就是你本地上那个模型 判断就是到底是在本地 还是在云端 可能因为现在小模型的性能 并不强 然后他相当于通过这个方法 他去在速度和性能方面 他取得了一个平衡 就是性能和功耗方面 取得了一个平衡 先去判断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是在本地上就可以算 还是说我需要云端上那种 更强大 但同时功耗有更强的模型 然后他做完这个判断之后 然后他去给相应的不同的设备 然后就是去在不同的位置上 去完成这个计算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创新的点 以你的专业判断来看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巧思 这个算是一个巧思 这个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事 但是之前的话 其实因为大家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势 就是觉得我这个事 要么就是在云端去解决 要么就是在本地上去解决 但是现在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我两个混合 然后我觉得他去判断 到底是应该在本地 还是在云端的这个准确度 非常的重要 这个准确度就决定了 他到底能不能给出用户满意的回答 按我们之前那种思维定势的 那种思路的话 就是说要么在本地 要么在云端的话 我们如果而想给用户一个 能解决他实时响应 尽可能的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 我们可能更多的想要他在本地上 但是本地的模型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这个技术他的演进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他肯定不能现在就马上做成 但是有了这个方案之后 他就可以小步快走 慢慢的再往下去跑 你是说就比方说 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需求 就可以通过你说的比较小的 大量的简单的需求 就在本地上完成了 然后更复杂的在云端上完成 就是有了这套方案之后的话 OK这个事情可以做了 可以去让AI去完成很多用户的需求了 如果是到这一步的话 其实他判断到底准还是不准 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毕竟用户他并不知道 你究竟是在本地实行的 还是在云端实行的 如果要是他判断不准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很复杂 然后他用本地的模型去给出了回答 然后这个回答用户可能不满意 然后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多了的话 用户可能就会感知到 然后就会觉得 AI的东西其实只是个噱头 或者怎么样 但我相信就是他肯定是 因为苹果他能把这个功能放出来 肯定是他已经做了大量的测试的 然后他对这个准确率是 相信没有问题 还挺期待的 的确到现在并不知道说 究竟如果是拿在我们手上 它会是什么样一个效果 对对对 要今年秋季 然后才会有实际落地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的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始 有这样的方案之后的话 我们真正的能感知到大模型了 要不然的话 其实大模型还是一个 远在天边的一个聊天机器人 然后其实并没有到我们的设备上 这样一个方案的基础上的话 我们至少虽然是秋天 但是秋天我们能感受到了挺好的 对 但XGPT现在是可以在手机上有个app的 对 但就没有就是说这样这么直接 而且他这一次不是谈到 就是有一个结合你手机头的信息 然后去给出回复的 就是结合你的可能不同的应用 他把所有的应用之间都打通 可以看到你的信息里面的聊天记录 然后能看到你的照片 然后综合这些信息 包括你的地图的应用app 然后甚至包括很多第三方的应用 综合所有这些信息 去完成你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这两天下来 那天发布会刚结束 然后我们聊过一次 然后这几天 然后我又想了一想 包括在这些session的过程当中 然后我觉得苹果做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其实让AI智能助理有了手 就是以前我们看到 就包括你也讲到 就是说XGPT现在在手机上是有应用的 但是这个应用你点开 你只能跟他聊天 你跟他聊完了之后 然后他最多能帮你执行的东西是写一份代码 但是这个代码还得是你自己把那个代码给复制到你的电脑里头 然后再去运行 然后你自己去看 但苹果这一次做的这个事情就是 他终于的把你跟他聊天的这个结果 就是你提出了需求之后 他真的可以帮你做事了 因为他有一整个就是他自己的这套应用生态 然后这套应用生态里面的 然后比如说某个汽车应用的话 他可以去遥控车门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这些应用本来就有的能力 但是现在苹果他就可以说 好大家现在把这些能力 他设计了一个机制叫做App Intense 这个的话是开发者在开发这个应用的时候 就可以借助这个App Intense把这些功能给暴露出来 就是暴露给就是更上层 就是让外部的应用可以看到 让苹果可以看到 然后苹果就有了他这个生态里头所有这些应用的这些功能 他的智能助理能做的事情就非常多 他这双手就非常厉害 就比如说用户提出一个需求 就是用户说好我现在我需要去操作我的车 然后他就可以去智能的根据你的 你提的问题可能都只是说我要下班了 他可能就自动的去帮你操作这些关于车的事情 现在非常热的烈日之下 先帮你把空调给拍起来 这个本来是我们需要用自己手在App上面出来出去 这样一想的确是 不过就是依然是感觉因为这种的所有的我们的需求 真是千奇百怪无奇富有 所以究竟最后能够实现到什么样的 可能依然是我们要拿到设备 拿到功能之后 试了之后才会证明他是不是眼前一亮 或者是还差这么一步 是但他是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能看到就是如果要是AI的能力还会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特别是这种苹果这种本地的小的小型AI模型的这种能力能继续发展的话 他其实未来很可期 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机上的这个AI他能看到一个列表 然后这个列表里头有很多的功能 然后这些功能可能是这套生态下面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应用 他对应的每个应用可能对应两三个功能 然后他能看到这样一个清单 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清单之后 这个模型的能力越强 他就越知道我该怎么去运用这些清单里头的功能 就比如说Royal他比较傻的话 他可能一开始只是说 我知道给你你要去开车了 然后我知道给你开个车门 然后他要是更聪明一点 他会越来越就是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发展 他会越来越懂你 然后他会越来越知道 我的怎么称呼呢 就比如说AI作为一个管家的话 他可能会称为就是我的主人现在要下班了 他喜欢多少度的空调 然后他喜欢就是平常在下班途中 开车的时候听什么样的音乐 这些东西 然后他越来越懂 然后他能力也越来越强 他就越来越会讨你所好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往下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我觉得苹果他能用他现在这套方案 先把这个过程给走起来 这个的含义非常的大 他有这套方案之后 好 现在这个智能助理就可以去往下去做这些有用的事了 然后用户能感知到有这样的事情了 然后更多的用户有兴趣 更多用户有兴趣 然后加入到这个生态里头来 可能就会倒逼着那些第三方应用 因为我在后面的讨论会里头 我也去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现在的话 苹果智能助理 他其实很依赖于应用的这些功能 然后第一方的应用功能确实是都是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都是苹果自己加的 但第三方的这些应用 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的功能暴露给你 就是人家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些信息暴露给你 然后他们就聊到 就是说有App Intent 有App Entity App Intent是提供功能 App Entity是提供信息 但是我就还是 这个没解答我的问题 我问 你有这些机制设计 我知道是很好的 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人家为什么要用你这个机制 然后他们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如果要是第三方应用不用这些机制的话 他是加入不到这套生态里头来的 就是他也用不了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提供的这些功能 就是你教了这些 你把你的一些功能 你的一些信息贡献出来 然后你才能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来 你才能进入到这个生态中来 所以说这就到逼着第三方应用加入进来 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丰富 然后这个生态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大 然后所以这里头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也在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到了人工智能时代 苹果的之前我们所谓的这个更封闭的这种模式的话 反而成了一个优势了 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 就是说像安卓可能更开放的生态 它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现在可能厂商很多 你会是多少套标准 就是我一个第三方应用 然后我现在我哪怕是说我想适配A厂商 我想适配B厂商 我总不能每一个人 然后我都去做一套 你A厂商你可能叫APP Intense 然后B厂商可能叫BPP Intense 我总不能写七八百应用吧 但这个难道不是应该是相当于是跟安卓这个操作系统去进行适配 而并不是直接是跟厂商去适配对吗 首先就是厂商现在都在做自己的大模型 他会想要有这个动机去让这些第三方应用都和自己的模型去适配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确实也是合理的 就是说安卓是谷歌的 然后谷歌可以去牵头做这个事情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谷歌的利益和这些第三方厂商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会成为整个手机的最直接的那个入口的话 如果要是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高度去看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意义太重大了 那谷歌他其实他不愿意把这个东西交出来 他一旦把这套东西给建立起来了之后 A厂商B厂商都有自己的这套东西 那他们这次就真的不带着谷歌玩了 以前的话其实移动应用时代的话 谷歌还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原生的应用 混在所有这些第三方应用里面 海外版的手机都默认装我谷歌的那个全家桶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能分一杯羹的 但是如果要是到后面智能助理时代的话 你自家的这个模型成为了整个手机的核心入口的话 那其实他可以决定 你即使谷歌装了这些全家桶应用 用户有可能到智能助理这一层 智能助理就决定 就是说我想要用我A加自己的 我想要用我B加自己的 我为什么要用谷歌呢 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冲突了 然后所以说谷歌他就很尴尬 就是他如果想和苹果对抗他需要建立起这样一套体系 但是呢他这套就是相对碎片化一点的生态呢 又导致了他如果是建立起这样一套体系 就真的是在纯做贡献了 就是看不到他能获得什么收益 这个事情其实在之前已经发生了 就比方说那个用了安卓的这套操作系统 但是把它改啊改的 比方说国内厂商 他的应用程序商店一定是自己的 包括他们的一些语音助手 其实现在已经是自己的了 但就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即使那个应用商城改成了不同厂商自己的 然后谷歌还是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应用上架这个应用商城嘛 用户有需求的时候还是会用嘛 但是到了智能助理时代的时候 然后可能很多事情不是用户自己去决定的 用户可能自己也把决定权 很多决定权让渡给AI了 然后AI去说我用这个我用那个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对谷歌来说 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然后所以说他后面会怎么去做 还挺值得观察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苹果这两天 说实话股价涨得非常不错 我感觉好像应该是在五六年前 或者是更早一点 其实硅谷这边有一轮讨论 就是说语音交互像Siri这样的 是一个新的交互界面 或者说Chatbot是一种新的交互界面 当时还引起了一轮的创业潮之类的 但那时候就比较早 就如果是现在我们站在AI的 真正是AI的 现在这个时代 你就会发现当时讨论的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的确就Siri就成了我们 跟手机交互的最直接的一个新的UI 就只是说它得更强一点 如果是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 就生成是AI 它的速度越来越强 它的速率就跟我们过去两年 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那未来的它的强大程度 一定是可以替代掉 我们现在用手 或者直接用屏幕去操作很多东西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 很让人兴奋的一个点 就我们去想 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点一个外卖 然后我们要点开一个应用 然后进去找找找找 然后我们今天想要吃什么 但是后面的话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随口说一句 我现在想吃东西了 然后智能助理 他知道你平常吃东西习惯 他知道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然后你附近有哪些店 然后他可能就直接就帮你去全弄好了 你只要说这一句话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个 在某一次开发者大会的demo上 但我忘记是apple还是google了 其实就有出现过说 帮我订一个餐厅 然后他就用智能人工助手 就真的去订了餐 但现在就越来越开始要成为现实了 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很震撼 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要是真的落地了 而且是大规模的 就是他不再是只是订餐这一个场景 之前可能演示 他可以针对我一个细分的具体的场景 然后我去做一套脚本 然后把这个东西弄得非常好 但是你如果要是换成另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想买奶茶 就不行了 一下就挂了 如果要是基于智能助理的这种的话 他本身 他的那种推广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问他很多什么事情 然后他都能帮你做到 那这个想象空间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两天可能投资人就都反过来味了 然后所以说苹果股价就涨得非常高 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回不去的一个体验 已经在尝试掐GPT的人 就知道他的确很多答案 已经能够给的非常好 对他能给的非常好 那现在如果要是给他一个清单 然后里面有他所有能执行的功能 他有可能真的就能把这些执行的非常好 然后而且是大量的事情 就可能就是 以前我们是要提前写好一件事情 然后需要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现在的话不需要 现在就是说你能想到的 甚至很多人想不到的事情 然后你说出来 他都能给你做好 就可能体验上 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需要进步的地方 但他开始往前走了 这第一步 现在是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然后以后从一到一百 可能会慢慢的再继续增长 但是我们之前 一直没有这个从零到一 现在真正的 我们看到这一步了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兴奋的一点 这个对这个时刻的评价 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就相当于是我们俩 见证了一次历史 对吗 非常荣幸 对啊 OK 那希望真的 我们是在这一次见证了历史 而不是是像之前的Demo一样 又失望了一下 对那 OK 那好 那今天的感觉 我们讲的非常的散 从时到虚 又到时 又到比较现实主义 大家如果有任何 想要跟我们讨论的 或者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的 没有那么正确的 都可以跟我们评论 也许有一些其他的讨论是可以继续的话 那我们就在其他的节目当中继续 好 那今天我们在Apple Podcast Studio的一次 非常短的聊天就结束了 好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接着来 好 是是是是 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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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What's Next科技岛之道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和我们留言互动 加入到科技和创新的 下一步讨论中来 另外 如果你想支持我们 在播客内容上的探索和创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生动胡同会员计划 详细的加入方式和信息 请查看本期节目的收入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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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